紧密下凡对徐凤动情,决因她满了徐凤五年,紧密死后成徐凤的皇后,电视剧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,在最新的剧情中,紧密终于下凡历劫去了,但是在原著中紧密下凡,历劫却是在本外天的红尘节,剧本把它改成紧密生鲜的条件,也是蛮不错的。 紧密在本街和自己的好朋友肉肉在世姐妹情缘,两人在圣一族从小一起长大,圣一族是一个为皇帝治病而存在的族群,当朝皇帝死后圣一族的圣女,必须为皇帝殉葬,而紧密正是新一线的圣一族圣女,徐凤则是当朝皇帝,圣一族的圣女终生不能婚嫁,不能一真面目是人。 许凤在外出打猎的时候遭到梁国人偷袭受众伤婚迷,被外出踩摇的紧密给捡了回去救了她一命。 许凤在圣一族与紧密一起相处了几个月,越来越不舍的回到皇宫,后来因为战士吃紧许凤,才急急的赶了回去。 许凤回去以后,立马下了一道照应,让紧密去皇宫给她治病,紧密凤赵前去,猖国肉肉也跟着紧密一起去了。 在皇宫许凤找各种理由单独和紧密待在一起,惹得大臣猜测纷纷以为许凤得了重症或者想要长生药之类的,但其实他只是想跟紧密单独在一起。 许凤在皇宫对紧密,展开了热烈的追求,几次三班让紧密做她的皇后,但是紧密每一次都装得没心没肥地拒绝了,而大臣那边又憋得紧,让她紧快选妃子。 许凤只想要紧密,于是立下约定一天不同意天下,一天就不设立后宫,因此许凤的宏图大致就这样传开了。 许凤争战了五年,紧密就在皇宫待了五年,紧密做了凡人之后有一个开过忌吗? 从小到大都能看见神仙。 润玉经常下法与紧密相会,有一次紧密对润玉说,她不知道她爱不爱许凤,但是为她顺葬她心甘情愿。 这番话,无意间,被门外的许凤听了去,许凤小心翼翼地问她是不是真的,紧密知道自己已经是日无多,也不再瞒她承认是真的。 于是许凤帝恩提出让紧密做她的皇后,这一次紧密终于答应了,为什么说紧密是日无多了呢? 因为圣义族的圣女,身边都有一个监督她的人,而紧密身边的那个人就是枪活,紧密一旦做出有损圣义族情愿的事情,枪活就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让她死去。 在进宫后一个月,枪活就察觉到了紧密对去奉动了情,于是枪活便开始对紧密下无色无味的毒药,紧密虽是圣女却也难以察觉,这五年枪活从未停止对紧密下毒。 直到紧密吐了一次睡在床上,躺了半个月,才察觉到自己已经中毒了。 紧密没想到自己苦苦满了许凤五年对她动情一事,却从一开始就被枪活看穿了,只有许凤傻傻的一直以为,紧密不喜欢她。 许凤最后一次出去征战,紧密答应许凤等她凯旋归来,就做她的皇后。 临走前紧密隔着面筛第一次亲吻了许凤,也是最后一次。 许凤走后紧密度发愈发严重,枪活看见好朋友受苦中是不惹,打算放她走。 但紧密不想走因为她答应了她要在这里等许凤回来做她的皇后。 在许凤凯旋归来城中敲响的那一刻,紧密离开了人世。 她终归还是对许凤食言了,许凤回来看见紧密,愣冰冰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腿。 随后,许凤向大臣宣告她打算立皇后,而皇后人选政是紧密。 大臣们议论纷纷,许凤立派容易招恶天下要和紧密明婚。 大婚当日,许凤亲自为紧密梳妆换衣,抱着紧密按照皇后的礼仪亲赐十九道程序礼制。 全程反复隆重许凤都,抱着紧密一丝不苟的完成。 命成后许凤没有抱着紧密上面撤,而是直奔皇陵。 皇陵里面红丑紧张,红竹摇眼,一个地灵正见,却被布置成了婚房。 许凤喝了自己和紧密的交杯酒后,接着胸口一闷,有许自从嘴角一出。 许凤和紧密一起躺在了棺果中,两人就这样在皇陵中长眠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